征服 扩张 绝不是文明之间接触的好的范式 如果换一个角度 以平等尊重对待其他的文明 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其他文明中优秀的成分 那么文明的接触不仅不会导致冲突 还会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塞缪尔亨廷顿恐怕不会想到 在他去世十多年之后 他的文明冲突论会被减起来 成为美国对外关系框架的基础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日前 在就中美关系与对华战略发表演讲时 称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一个非白色人种的大国对手 这是与一场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战 文明冲突论在提出之初就充满争议 被不少人认为既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也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 此后历届美国政府都否认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起点 在文明多元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的当下 文明冲突论更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固执堆 文明是一个人类群体共同认同的价值观 信仰 体制和社会结构等 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规律看 文明本质上没有与其他文明冲突的基因 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安莫德约瑟福汤英比认为 人类文明起源于对坚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刺激的回应 也就是对挑战的应战 文明的生长动力则来源于社会的创造力 正是由于拥有创造力 文明才能够成功应对挑战 文明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发展的 一旦社会失去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就会失去应对新的挑战的能力 文明就会陷入停滞甚至衰落 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遭遇新的挑战 汤英比认为 这些挑战会越来越多来自文明内部 而不是外部 正在发展着的人格或者文明 倾向于成为他们自身的环境 成为自身的挑战以及战场 换句话说 成长的标准是一种趋向自觉的进程 社会必须依靠自身内部的稳定和成熟 而解决这些内部挑战 只有自觉性的成长才是文明成长的最决定性的途径 而这要求文明有自省的能力 而不是依靠对外扩张的外延式增长 在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看来 西方文明的基本象征是无尽的空间 也就是对无限遥远的空间的追逐 这种精神固然让西方充满了冒险精神 去开拓全新的世界 但也让它们更容易走上外延扩张的道路 试图征服所有空间 这种扩张可能给其他文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如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16世纪征服印加帝国 就是古老的印加文明毁于一旦 征服、扩张 绝不是文明之间接触的好的范式 如果换一个角度 以平等尊重对待其他的文明 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其他文明中优秀的成分 那么文明的接触不仅不会导致冲突 还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从历史来看 冲突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相处的常态 交流融合采式 早期的人类文明虽然在诞生之初被山川大海阻隔 交流有限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 经过古老的丝绸之路 中华文明两千多年前就和古印度文明有了接触 并互相影响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道中国 逐渐与中华文明相融合 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 并对中国儒家、道家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现代西方文明 也是在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融合下发展起来的 文明的发展需要有开放的胸襟 需要包容性 中华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而长盛不衰 与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几次被外来民族征服并统治的经历 但是每一次中华文明都以其包容性将外来民族融合到自身文明之中 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使中华文明成为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近代以来 随着世界经济交往更加密切 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 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和深入 人们越来越强烈感受到了文明之间的差异 而对待文明之间差异的态度不同 决定了对文明接触的后果的不同理解 中华文明追求的境界是和谐 天人和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和而不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协和万邦则是国与国 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和谐 2000多年前 中国汉武帝派遣张迁率领和平使团出示西域 打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 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 古希腊文明 古罗马文明 古印度文明相继进入中国 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 圣唐时期 首都长安百万人口中 外国人就有五万之多 他们在这里学习 经商 甚至在唐朝政府中任职 这些外国人与中国人和谐相处 他们所带来的外来文明 也有不少被吸收到唐朝的生活和文化之中 融入中华文明 当今美国也是多文明共存的国家 多元化一直是美国社会引以为傲的价值观 美国现在拉美裔人口占比接近百分之十八 非洲裔人口占比超百分之十三 亚裔超过百分之五 非拉美裔白人占百分之六十多 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文明 不同族裔的人群 在美国交流融合 促进了美国的发展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 在演说中提出文明冲突的斯金娜女士 据说正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 在崇尚多元并且受益于多元化的美国 官方话语出现这种以人种来确定文明 以文明来确定国家冲突的论调 在美国国内也引起许多批评 中国一些主流媒体则直斥其为种族主义言论 这种逻辑十分危险 有了分歧并不可怕 关键是不要把分歧当成采取对抗态度的理由 而要坚持相互尊重 致力于平等协商 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知名学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 人类文明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交流互建 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会产生进步 文明是因对话而进步 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 是混淆了文明的本质 文明本身不会产生冲突 每一种文明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 就是依赖对话和进步 在这一点上 汤英比的观点近似 他认为 一切文明在价值尺度上是等价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即使某个文明在一定时期表现出超越其他文明的优越性 也不意味着这种文明就是中心文明 应该用平等的立场对待所有的文明 才能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精神的升华 其实 即使是亨廷顿本人也认为 未来的世界是不同文明并存的世界 他提出文明的冲突这一思考框架 希望的是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危险的可能性 以采取措施避免冲突 促进文明的对话 而不是指导西方文明确置其他文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只要有欣赏其他文明之美的眼睛 文明之间就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和借鉴 迎来多样文明和谐共生的时代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